对于香港中旅前主席王帅婷在华润集团任职期间 应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而辞职 香港中旅总经理许穆涵表示 事件对集团日常运作没有影响 公司整体战略及发展方向都有董事会和管理层集体决定 公司董事会的运作是一个集体决定的程序 不是它一个人作出的决定 包括公司这几年定立的战略 和发展的方向路径 全部是董事会和管理层一起集体研究出来的 不是哪一个人离开都不会有大的影响 徐穆涵还披露了关于王帅婷辞职信的相关内容 他信上是这么写的 就是因本人个人原因自愿辞去 什么什么什么公司主席董事执行董事职务 我记得很清楚是整封信是手写的 而且写的这个很清楚很清晰 没有任何问题 徐穆涵表示公司不给予任命新主席 而且中旅其他关联公司没有员工被调查 中旅旗下发定业务也与华润店里无关